來 拆下 冷靜 假裝沒看到 堅持 一定要堅持 你已經忍了半個月了 不能在這裡破洞了 對 走 展開 假裝 假裝沒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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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假裝 你的辦公桌上 已經都是扭蛋了 再扭下去 你就不能上班了 對啊 我們不是因滴血發過 是說好不要再收集了嗎 可是... 裡面有限量版的扭蛋耶 我看也就好 你一眼就好了 正 我剛剛吃飯給妳多少 妳個五百就好了 五百 好 妳們看這個 三綺 妳什麼這個 我之前去看展覽限量買的 為什麼我沒看到 我知道這樣會很失禮 但拜託妳不要給我 阿姨 阿姨妳快走 阿姨 阿姨妳快走 兄弟 兩年揪到五十八蛋 終於要出了 阿姨 所以呢 我想問妳有沒有 沒有 妳知道我要問... 沒有錢的戒指 拜託啦 我自己給妳的戒指 我都會還耶 重點是沒錢 就不用買這些東西嘛 幹嘛學人家跟風買這些東西呢 妳不懂啦 這些東西以後都會增值 妳家裡一堆鞋子妳有賣嗎 沒有 妳看 潘啊 潘啊 妳看這個球鞋 妳會不會太誇張啊 怎麼了 火爐怎麼了 妳為什麼會需要用到那麼多條 高鴻嗎 原來是為了這件事情喔 我跟你說 MetaKon的顏色 質地 持久度 用途都不同 而且擦在嘴唇上顯得 散散衬服效果也不一樣啊 竟然都不一樣 我每天就按照我打扮的狀況 調整唇色 當然有啊 你給我看到這裡 這裡 還有這裡 我警告你喔 這尾哥把不需要用到的孔 全部給我丟掉 你聽到沒啦 我不要 你給我過來 你給我看這邊 再給我看這個地方 這裡 哪裡不一樣啊 我警告你喔 在你清理完你公仔以前 不許你當我烤了腦筋 聽到沒啦 這個家全部都被你的公仔占去 我都沒有地方可以放東西 我都沒有地方 你那些喇叭什麼時候才要賣掉 堆了三十幾顆 幹嘛賣 那是我辛苦打台換來的 不要賣了 那你把所有的錢 全部都花在打台邊月光組 你真合理嗎 你不懂那種跟台組戰鬥之後 獲得戰利品的感覺 戰利品的感覺 而且我打台 也是一種投資 是啊 你看這個 模式音質特別好 一定可以賣一千多塊 所以呢 我花350就達到了 我們先賺650耶 好啊 那就等你把它全部賣掉 到我吃大餐了 不行啦 這曾在有太多打台的回憶 不能賣啦 你聽聽看 我放給你聽 超厲害的 我不要 音質超好 你先聽聽看 聽完你就不想賣了 都一樣 不一樣啦 真的 我放給你聽 你都一直玩 這喇叭都不理我 他們根本就是你的小老婆 其實看他對某種事物 這麼狂戀 好像小孩子 覺得滿可愛的耶 貝貝 我知道我一直在蒐集這些喇叭 一直打台都沒時間陪你 不然我們先去吃大餐 真的嗎 真的啊 那吃完再陪我去打台 不要 好啦 走啦 一起去打啦 很好玩 真的 一起去啊 哈囉 我是蔡霞 喜歡今天的影片嗎 如果你也是蒐集狂 歡迎在影片的下方 跟大家分享 你蒐集了什麼寶貝喔 拜拜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雨倫 喜歡這次的影片嗎 如果你有蒐集什麼特別 或是新奇的東西 可以留言在下面跟我們說喔 拜拜